這個 這個 林河美啊 是從一年前 八起之後 已經到現在 大概一年了 我做了一些不少專案 是跟那個 議論談合作的 議論談合作的 然後最近我們做了一個東西 是那個 地理資訊者 事件的視覺化 那大概是像這樣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 台灣的空山事件的視覺化 可以放一下 它會把每一次的那個 空山事件 用一個規模的方式 泡泡的方式 呈現在這個壁圖上面 我覺得你可以看到台灣主體 但是有些也是在日本 或是韓國外海這樣子 OK 那 這是一個 有一個粉絲團做的 那基本上它是透過我們 之前開發的一個工具 這個網頁 它可以 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另外一個視覺化 是在做那個 這是那個 伊斯蘭相關的 恐怖攻擊事件的那個 數據 我放一下 OK 那可以看到 都主要都是集中在中東 或者是像非洲一帶 然後漸漸的會擴散到歐洲啊 然後美國的 等等的地方 那其實 其實從這個地方 可以觀察到一些限量 就是在 大概是 今年年初的時候 法國的那 恐怖攻擊事件 其實之前就已經陸續 有疑似來相關的恐怖攻擊 在霸博發生了 而且在那之後的 隔幾天 有一個事件是 另外一個 也是一起來的 極端組織 在 奈吉利亞 製造一個 大概規模是上千人 史上的一個 恐怖攻擊事件 但是比較沒有很關切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變成是一個 我們想要從 視覺化方式去做一個 新聞上的實驗 是不是可以透過一個 不一樣的方式來呈現 先讓大家更關注到一些 我們剛剛沒有注意到的事實 那這件事情 除了這個樣板 因為樣板可能也不錯 我們還會需要一些 Showcase 資料 像剛剛的那個 台灣的空難 跟現在這一個 伊斯蘭的恐怖攻擊 都是不錯的例子 那我們上面是在 蒙典的時候 蒙典的時候 其實做另外一個是 我們會說 Ecreve Extended 這是全球的 空難 紀錄列表 你可以看到這個表 非常大 大概 上千筆啊 我們那時候幾個 就慢慢做 大概做了百分之二十吧 雖然還有很多欄位沒有貼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 如果我們貼到這邊來看的話 他的用法大概很簡單 就這樣 其實貼上去 然後就 呃 產生 然後他就會在下面出來 OK 那我們今天的目的 我今天想做的就是 把這個圖完成 好 那這個詳細的做法 我已經寫在一個黑配裡頭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來 參加這個專案的話 我們看一下黑配 所以 就連到這個列表 大家就可以開始協作 就 等於是開始填空 用這個列表 慢慢的把它完成這樣 OK 那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一起參加 這個專案是CDY授權 然後只需要文字工作者 只要有辦法看Wiki 我們就可以做這件事 OK 那我今天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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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